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相风而行谈松运爆出定档讯息,112月26日起登陆,央八电视剧频道正式开播,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则成为视频播出平台。 相风而行讲述的是,陆州航空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和飞行员程销从不打不相识到共同联手,一致面对困难,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两人最终都能绝地反击,力挽狂澜的故事。 而一个沉稳内敛,一个精灵脱跳,不按常理出牌,两人在相处过程中不断补齐短板,披荆斩棘。 剧中王凯饰演的正式男主顾南亭,化身铁血上司以及魔鬼教员,面对航空业各类问题的处理,体现了新民航人的理念与坚守。 顾南亭更是作为民航行走的安全手册是整个航空公司的定海神针。 谭松运饰演的程销,英姿飞爽,性格豪爽不羁,即将晋升机长之际,由于公司改革,来到货运部。 由于和环境格格不入,被降位观察员。 流畅饰演的倪战是一名激务工作者,精明强干,刻尽职守,以技术护航逐梦云霄之上。 燕子东出演《男三号宋宋》,是一名飞行员。 在众人眼中他积极乐观,幽默风趣,性格十分讨喜。 虽然成为飞行员的他时属半路出家,但却因谦虚好学,勤奋他时,顺利完成了一次次的考核,成绩斐然。 随着不断的深入了解这份工作,宋宋逐渐明白成为一名飞行员肩上扛着怎样的责任,而对于航空事业的热爱也随着时间不断加深。 这份热爱,更是转化成了宋宋不断提升自我,执着追梦的动力。 刘军出演机《长江涛》,目前还不知道他这个角色具体介绍,不过他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一起期待吧。 程泰深在剧中饰演专注、敬畏,对飞行的热忱始终如一的安监部部长谢泽天。 邵宇期在剧中饰演李宇恒一角,是一个甜美的女孩。 看样子应该是空姐,她性格应该比较开朗,这角色过多的介绍也没有,属于配角。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